嗨我是阿丹 歡迎收看台南夜市 沒錯本集跟之前集數不一樣 假的我本人來解說 但是我不露臉 觀看數應該會好一點吧 好了回歸正題 本集主角米街中哲堂 祖寺 實施城隍廣德尊王清水祖寺 中哲堂的大駕呢 已經使用了40年 今年做了一頂新的大駕 並於農曆8月1號的夜巡 正式啟用 今夜出門雖然架內雕的是尊王 但實際下來作家的呢 是二城隍 也就是於民國38年 由開祭玉皇宮 玉皇上帝所封的特壽天使 但是不是那個Angel啦 這次夜巡主要是巡視境內 大駕進到一處空地 廢棄的房屋中 由於地形的緣故呢 大駕無法非常的深入 因此便利用黑旗 水火棍 芙苓 炎米等等 來吸引 或者是驅趕這個孤魂之禍 不過呢 似乎尚未清楚乾淨 城隍也打算從另一側的入口進去 但入口處呢 現在人潮聚集 兩邊也停滿了機車 思考了一陣後呢 城隍也打算先去現場廟交魂 交魂後 大家又來到了一間學校 又遇到了一樣的問題 仍然因為硬體的因素呢 無法進去處理 城隍也想盡辦法來處理 過程中 多位教授甚至感到不適 甘偶連連 這邊結束後呢 當然又去交了第二次的魂 但你以為結束了嗎 沒錯 我們也以為結束了 殊不知 大駕又在最先進不去的那個路口停下來 哇 這真的是非常的懸 看到這裡 廟方一位最有經驗的大哥呢 隨即知道神明的意志 他就先進去評估這個空間 欸 他評估後 看來這個大駕呢 要整個台起 才有辦法進去 城隍也二話不說就同意了 大隊人馬 於是進入到空地的另外一邊 在這裡 黑旗 水火棍 岩米 一起配合大家來作業 甚至來安了張八卦 並在四方畫符 派兵駐紮 這才回堂 回去後呢 大家以另外一種形式來交會 將架內的牢籠卸下 紅門打開 配合所開的符領燒化 派兵將將魂送至限制庫廟 順利的結束這裡 好的 本集就分享到這邊 喜歡的話呢 歡迎按讚訂閱加分享 我們下集見 掰掰